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大白話 我是彭聚 今天我們要先帶來關心到 你可能要把家裡從 14天買9片的國家隊口罩 趕快翻出來看一下了 因為現在包括 已經有廠商被揭發說 竟然是進口大陸的 非醫用口罩來到台灣 而且冒充是MIT的台灣隊 國家隊的口罩 因此整件事情被揭發 但是這個老闆似乎出來辯解 這個金句蓮花 也讓人覺得非常警察 再次澄清 我給你生用46%很合理 但是你的46%並不是真的 像你想的46% 那是人員24小時全產出的產量 而且你當時是用 國軍助手的產量來計算 加利負責人不斷訴苦 加入國家隊後 從他到員工都無法休息 剛開始加入國家隊的時候 我以國家隊為榮 但是我做到後面 我以國家隊為此 現在有少數的一些混贓國家隊 他把一些不良品全部混在裡面 那是刻意加進去的 就造成我們疾管 那個疾管署跟我們講說 我們必須共同去分擔這些數量 那有些廠商有可能跟食藥署說 稍微緩一點 可是絕對沒有說 A廠商的量要由B廠商來承擔 這個完全沒有的事情 對此經濟部長王美花博斥 政府都有找他們開會討論 不該拿人不夠這件事來狡辯 可是我們也知道 非常多的口罩廠商 他從那個時候 他的員工只有30人 他甚至把員工聘到200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做這個事情 他有很好 應該合理的利潤 來養他的員工 六月採部分徵收後 每個工廠交給政府多少量 都是開會出來的結果 而且公開透明 以嘉莉來說 六月徵用的量 一天廠商要繳19萬片 政府給他能做22萬片的熔噴布 避免過程耗損 但嘉莉老闆顯然不接手 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廠內的口罩 我全部都是裝盒 但是我交給政府的 政府的實名制的口罩 我是委託朋友生產的 但是是我自己買原料 我請朋友幫我OEM代工 嘉莉公司 他除了交給這個政府之外 他有盒裝在市場販賣 那表示他是可以 除了繳交之外 他可以在有多的額度 他可以在市場販賣的 根據了解經濟部官員說 嘉莉曾反映過一次 想要調降徵收量 不過他都會用完熔噴布 因此沒有調降配額 就連事情爆發後 嘉莉老闆宣稱 是公讀生忘了將 簡體字的許可證抽出 就算是大陸制 品質也沒有問題 弱化自己的錯誤 把責任推給政府 跟其他廠商 嘉莉老闆現身說法 恐怕是漏洞百出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加入我們 跟我們起來討論這個話題的 就是資深記者戴婉玲 志宇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婉玲相信大家看到這個訊息 都會覺得非常震驚 怎麼我們平常最信賴的 口罩國家隊 而且14天9片拿到你手上 你原本都說 覺得應該是和科 而且可以保護我們的身體健康 沒有想到竟然是中國大陸來的 難這當中有什麼隱情嗎 其實整件事情會東窗事發 還是要非常感謝我們基層的 西藥師他們發現的 因為整件事情是在 新北市的一個藥師 他非常機靈說 他拿到了這個口罩 而且正打算要分裝的時候 他竟然發現說 第一個 上面竟然沒有所謂的編號 而且還可以看到這個產品合格證 竟然是簡體字 才發現說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也意外才發現說 揭發這件案件 原來這一家家立公司的口罩 根本就是大陸貨 對 我們看到說這個東西 他就是拿到說 他拿到這個是寫的簡體字的 那其實8月起 才發現說這個家立公司 8月起已經進口了337萬片 而且已經流竄到市面上 包括雙北地區 蠻多的一些藥房都已經收到所謂 家立公司所發放出來的 這個中國大陸製的口罩了 所以現在簡單要釐清 到底有沒有涉及 所謂的詐欺嫌疑了 那這件事情東窗事發之後 衛福部長陳時中 也立刻表示了 真用口罩簽約時 已經要求絕對要自製 不能拿其他工廠冒用MIT 而非醫用的那個冒用 為醫用的口罩 另外的話 家立公司其實在3月份的時候 在邊境就已經被查過一次 而且還幹嘛了呢 違規罰款 所以說陳時中認為說 他已經是個壘犯了 實在是不應該 對 所以現在要釐清的案情 就非常多了 第一個到底這個口罩 是怎麼進口的 而且到底流到哪邊去 而且大家注意到 其實在8月開始 其實已經進口了337萬片 難道現在包括在新北市 還有在宜蘭 基本上你我手上拿到的 這個家立公司的口罩 都是所謂的大陸貨 根本就不是國家 對嗎 其實大家一開始 發現這件事情 馬上就去訪問老闆了 沒有想到這個老闆 還是非常理直氣壯說 其實他賣的 其實都是心安理得 不是所謂的黑心貨 而且態度是非常激動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政府講是講說我們可以自由買賣 但是他還是有個定額增用量 但是我們有兩家國家隊 他拒絕交這個增用量 他足足一個月 六月份都沒有交貨 我們其他這些 我們這些小咖的國家隊 我們每一個月要多扛7.2% 再加上我們這些數量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複合 再加上我們之前 有少數的一些混贓國家隊 他把一些不良品全部混在裡面 那是刻意加進去的 就造成我們疾管 那個疾管署跟我們講說 我們必須共同去分擔這些數量 其實我心裡很不平衡 好 我們可以聽到 這個老闆說是心裡不平衡 當然這是沒有辦法掩蓋 他真的做錯事的一個 這樣的理由 但是真的是有習州 有他所謂的這些事情發生嗎 而且他甚至說 他是以國家隊為止 他說雖然做了錯誤決定 但他並不後悔 希望國家可以把他 提出國家隊 但是其實經濟部就說了 當你本身擁有個藥證 就有所謂的被徵用的義務 所以到底是不是他 其實被這個相關徵收的量 逼著追著跑 現在也都是大家在討論 會不會這些國家隊 本身壓力真的太大了 而且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嗎 其實這個老闆 他一再強調說 他當時被徵用之後 他發現他自己 沒有辦法負荷這個量 而且他還提到說 他剛剛那句訪問 大家有聽得很清楚 他就說這其中有蠻多的混帳 國家隊把一些不良品 撐在其中 他直接點名的就說 其實不只只有他 還有其他的工廠 都是如此 但是同樣被問到 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經濟部跟衛福部都在調查說 到底他所說的是不是屬實 至於說能不能夠推移出 國家隊這個問題 其實經濟部也提出指示 他說如果有藥證的話 你就有被徵用的義務 義務 就好像說你有藥證 你就必須被國家給徵用 如果說你現在不想要擔任國家隊了 那你這個藥證 就勢必得被取回 那如果你要證被取回之後 你將來就只能夠生產 所謂的工業用的口罩了 那我們看到說 大咖廠不負責 小廠拚配額 所以壓力很大 這個就是這個嘉莉的老闆 所做出的指控 他認為說 其實國家隊當中 18個國家隊裡面 有些大的廠商是不願意去幫忙 做沒有定時定額的 腳加這個配額數 所以導致說這些壓力 全部放在小廠身上了 這老闆怎麼說 他說英哥及高雄 有兩間大型的國家隊的工廠 不按照負責的量 腳交導致其他小廠 7月份就要多扛了7.2% 8月份要多扛6.8% 而且還有很多混帳國家隊 把品質不佳的口罩混入 害得其他廠商要負擔的更多 同業扯後腿 走上官兵民返之路 但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經濟部就回應說 當初全額徵用 改定定額徵用 廠商只要交給國家一定數量之後 其餘的可以在國內外自由買賣 這是廠商想要的外銷藉口 所以說其實經濟部強調是說 其實到目前為止 很多廠商如果說我這個月 沒辦法繳到這個量沒關係 你待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你把這個量給繳齊之後也是可以 所以是可以所謂的緩徵用的情形 對 是有緩徵用的情形 而且我們來看到 其實每天的配額 是按照工廠過去的平均產 按照比率來分配 加利每天的配額是19多萬片 但是他說我們可以生產的更多 所以每日購買的口罩的原料 容販布是高達22萬片 所以說其實他也是透過 這樣進貨的資料 反駁大家說 其實他根本就做得出來 是他可能有其他的討量 或是其他商業上的需求 其實從這個進貨的成本量 還有這個最後口罩 做出來的徵用類比 就發現說他其實也在暗示說 其實可能是這個廠商 自己想要多賣一點 才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現在衛福部長陳時中 也被問到說 難道平平都是口罩國家隊 有一個大牌跟小牌的分別嗎 結果陳時中回答應說 這根本就是他自己的判法 甚至其實當中也說 會不會有疑點 比如說大陸的口罩 其實也混在我們當中的 實名制口罩當中 難道就是拿國家配件的材料 特地外銷到 拿到國外去 製成口罩之後再送回來嗎 現在其實也都是有這種疑問在裡頭 這為什麼這種疑問 就主要是說我們生產口罩 我們最需要的一個主要原物料 就是熔噴布了 那我們看到說如果是國家隊的話 政府會提供熔噴布的一些材料給他 像是說至少就可以生產到 熔噴布的話就有二十二萬片 那你原本配額的話是十九萬片 所以政府會提供這個原物料 讓你去生產 但是現在就很多網路上 就有各種各種質疑聲音 認為說這個嘉力公司 有沒有可能就是把政府配合的二十二萬 的熔噴布拿去生產自己要去販售的這個口罩 最後如果說要上繳給政府的人 反而是從大陸這邊進口來去上繳給政府 所以說等於說是不是玩所謂的兩面手法呢 當然這是網友們自己的懷疑 所以說現在檢調都要再去追查說 到底有沒有可能有這種事情所發生的 但是我們看出來說中央並沒有要求增產嗎 我們可以看到說口罩外交 我們到目前為止 已經交出了 捐出了五千萬片 我們包括說我們現在台灣人 每天兩千三百萬人 每兩週的九片 九片口罩 十四天九片口罩 那你看兩千三百萬人 如果說十四天九片口罩 我們又要另外再捐給外交 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外交政策 大外宣 大外宣的時候需要捐掉五千萬口罩 包括說這回如果捷克團也來 我們也送了很多口罩 所以說到底有沒有增加這個口罩的產能 我相信是絕對是有的 畢竟我們要去援助其他國家的時候 送出去的口罩不是一箱一箱 是好幾櫃 好幾櫃的這樣送 那一定是有增加所謂的產能 但有沒有把這個產能 轉嫁到其他的口罩工廠上面 其實我相信不只是小的口罩工廠 連大的口罩工廠 他們的壓力都是非常的大的 對 所以可以感受到這個 當然這些廠商的壓力都是非常大 不過被問到這件事 陳時中又是怎麼看的呢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他努力了這麼久 這幾個月大家怎麼在弄的 對不對 你這樣出來 犯罰財星 說一些這五千萬四千萬 這怎麼會對 一般我們的合約來講 應該都算是滿清楚的 那我們先讓他 就基本上第一個動作 讓他這些東西 不要到市場裡面來 所以就已經勒令他停工 那也不准再出貨 好 可以說是現在已經緊急的處置當中 但是當中其實還要討論的就是說 如果這個衛福部已經要求了 這麼多的量 其實Steven的這些廠商 到底能不能負荷嗎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狀況好了 其實衛福部現在來說 其實還有另外兩家 可能也都是有狀況 第一個就有人說了 這個進口的不是醫用 所以它不是黑心 甚至這個家裡的老闆 他就說我們可以用生命 還有跟其他的公司生育來做擔保 一般醫用的口罩的防護效率 只有95% 但是他進口的口罩 是工業級的防護效率 達到99% 甚至他講說 沒有幾家的國家隊 可以跟得上我黑心廠商的罵名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就有人問陳時中 陳部長說 好 你們會不會把這口罩的什麼過濾率 趕快來篩檢一下 證明他講的是不是對的 但是這時候陳時中也回應說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違法的事情 他錯的是不應該進口大陸的口罩 而來混沖成國家隊 所以他也認為說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來再做檢驗的必要 等於說 其實不管是品質好不好 基本上就是不合法 但是現在有這個藥師說了 你說的99%的防護率 防什麼 是防粉塵 真的是要95%的藥用口罩 是必須有標示藥用 其實才等於說這個口罩有防護 所謂的病毒的功能 所以其實也有鑰匙打臉了 這個老闆的說法 請大家 也呼籲大家 不要被百分比給騙了 再來光是這個白紙牽制成為合約 也已經是一個老闆提出來 被質疑的論點 對 其實我們知道說 這個老闆他一再強調說 自己自己的口罩是有99.5% 但是他順暢是所謂的工業級的防護效率 其實他自己也講說這是工業用的口罩 所以說已經自己講說是工業用口罩 但是我們知道說 國家隊所販售的實名制口罩 其實我們相信政府 所以說我們去藥局拿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這是made in Taiwan 同時他的防護率一定是藥用級的 因為我們相信政府 所以說覺得政府會幫我們把關 當然是相信說一定拿到是這個樣子 但沒料到說 竟然是所謂的工業用 因為我們知道說 剛開始疫情期間的時候 政府都有宣導說 大家一定要戴所謂的醫療用的口罩 所以大家是非常認真地說 去戴了這乖乖戴的口罩 但沒料到最後竟然是 所謂的工業用的口罩 所以說陳時中才會一再講就是說 其實他錯就錯了 因為他戴的是一個用大陸製的口罩 然後運送到台灣 來假裝是made in Taiwan 但是這次錯了一點 第二點是錯什麼 他拿工業用的口罩 當醫療用的口罩 但是要釐清一下說 這到底是說工業用或醫療用 但是第一個 你欺騙行為可能就是不對的事情了 所以說這整件事情 這個嘉莉的老闆也有話說 他就說 他說其實當時國家在 政府在徵詢國家隊的時候 並沒有跟他們做一個很很好的溝通 是拿了一張白紙就要簽單了 但是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看這老闆就說 當時當初被要求 在一張空白紙上簽名 事後才知道自己被同意 繳交的是46%的生產線的口罩量 要給國家隊 他認為政府居然是騙他的 那麼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可能是 白紙簽名成合約呢 現在防研所就說了 沒有什麼空白單 46%徵收單大家都知道 陳時中就說 我們相信合約一定是很辛苦的 所以說大家就很好奇說 你在做生意做久了 你常常在做生意 你常常做跨國的生意 你有可能會在一張空白的 合約書上面簽名嗎 所以說這方面是大家非常懷疑的 所以也希望經濟部 能夠拿出這個所謂的合約單 讓大家看看說 到底是不是有可能 真的是空白授權 而且大家可以知道 剛剛提到一個數字 就是46%的上角量 而如果真的跟老闆說的一樣 其實本身如果大廠 有一些不負責的情況 就這些的配額 就必須像是嘉莉這種小廠 必須要來承受的話 到底有沒有辦法負荷呢 而且衛副部長陳時中 又是怎麼回應的 我們來聽一下 他怎麼說 那時候這個800萬片 我們還不要求他要立刻來交 不是每天來交 就讓他我們隔了一段時間 才來爭 那第一個階段 就是把6月裡面的 本來要繳交的 我們可以延到7月 那甚至我們可以延到8月 就會讓大家能夠工作的量能 不要過度於負荷 然後也能夠顧及到 國外的一些 我們市場上的一個需要 那不能這樣子混淆四天